中国南南21点决战80周期王哲林首战悬炼揭开 杜丰霸气摊牌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那么中国南南目前在印尼呢 已经开始了我们亚洲杯的真诚 在此前的监务战当中呢 中国南南面对韩国这个老对手呢 我们没有能够稳下阵来 其中还是很可惜啊 以12分的一个差距啊 输给了对手无缘开门 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啊 那么很多球迷确实也是有些受到打击 就觉得我们中国队连韩国队都打不过了 那么后续的真诚怎么可能拿到冠军呢 所以说实在那么现在呢 外界对于中国南南来说呢 整体是不太看好的 那么按照日程的安排来看呢 那么中国队接下来的话 再打完韩国队的比赛 后续第二场比赛将会在今天晚上的21点来进行 到时候呢会面对新的对手巴林 对于中国南南来说 那么这一次输给韩国队之后 在面对巴林是否能够赢来首胜呢 也关乎到我们接下来真诚 如果能够打败巴林呢 这一次我们中国队将能够以小组更好的排名出现 如果说连巴林都打不过的话 那么后续我们想要小组出现了 恐怕都是一个大的麻烦 因为在此前落下帷幕的比赛当中 中国台北队啊是以大比分的优势呢 战胜了巴林队 所以本身其实巴林啊 不管是从球员的一个状态 包括能力 他们整体的实力是比较弱的 因此对于中国南南来说 这场比赛的话 势必要大比分战胜对手 提升我们整体的士气 从目前来看了 既然说我们中国队的整体的日程 已经安排出来了 所以不少球迷也都想知道说 在此前面对韩国队缺席了两个核心球员 周琦以及王哲宁 这场比赛是否能够赢来他们的首战 帮助中国队获得更大的优势呢 因为大家很清楚啊 在第一场比赛面对韩国队啊 中国队之所以如此吃亏主要还是因为在内线方面 没有人能够限制得住他们的内线大将罗建儿 包括周琦以及王哲宁呢 都是因为各自身体的原因呢 没有办法出战 所以最终中国队是吃了一个大亏 到了第二场比赛的话 如果这两个核心大将能够出战 对于我们这场比赛的胜利将会有一个重大的保障 不过从目前来看了 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周琦以及王哲宁 他们整体的身体情况 来猜想一下他们是否能够出战 这一次的一个比赛 首先周琦我们看到周琦目前呢 已经在近日啊起身前往印尼呢 和我们中国队进行会合 但是根据媒体的报道 那么其实周琦现在的身体呢 还不是特别的舒服 而且呢根据他的随神人员 在社交平台透露的一个消息说呢 周琦这一次是顶着高血压赶赴印尼的 而且在机场后期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咳嗽 身体也是不舒服 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考虑到巴林是一个比较弱的对手呢 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周琦呢 可能这场比赛周琦不会出现 因为的话本身啊巴林这个对手呢 对我们而言确实没有太多的挑战性 我们没有必要冒着这个风险呢 让我们的王牌核心去啊上场太过劳累 那么自然说 其实王哲宁呢 估计也是同样无耻 在上一场面对韩国队的比赛当中 王哲宁虽然来到现场 但在热身的过程当中 也是因为身体一些不适的 最终杜丰为了保护他 也是没有让他上场 所以这一次考虑到同样的原因呢 那么王哲宁以及周琦呢 可能这一次也都不会出战 登场比赛 当然了这里面的一个情况 只是我们做一个目前的报导 分析以及猜想而已 最终周琦以及王哲宁是否会出战呢 大家还是要以官方的消息为准 那总的来说 这一次中国队虽然说啊 目前整体的一个阻力呢 也接二连三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有些球迷的可能对我们整体的作战未来的 也不是特别的看好 但是目前的其实杜丰的针对我们现在的情况 已经是霸气摊牌表态 当时在打完了韩国队这场比赛的时候呢 杜丰没有去批评我们的球员 而是去鼓励大家 他说了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大家能够站到台上打成这个样子 能够打到最后坚持到最后呢 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像杜丰所说的那样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南南不管是成绩如何 只要大家能够坚持打下去 能够在场上展现出我们的血性 不管接下来在亚洲杯当中到底能否取得冠军 或者说取得一个太好的成绩 我们球迷了都应该去支持他们 鼓励他们 加油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要求拜拜